《星洛宁成堂》是由朱瑞斌指导、陈兴旭、李兰迪等主演的古装神话剧 讲述了人族皇室中一对性格迥异的双生姐妹 因一场乌龙导致挫嫁因缘 不仅闹出笑话无数 更牵扯出两段浪漫唯美之恋的古装神话爱情故事 《星洛宁成堂》还有四集就大结局 恐怕也是够虐心的 观众要在玻璃渣中找糖吃了 先是青葵自问身亡 后面又轮到夜谭献计填补归虚了 在这中间夜谭还要跟失忆的友情的刀剑相对 在最新剧情中 夜谭诛杀了丽王 占领了陈渊 天帝得知就先对夜谭下手 派失忆的友情讨伐夜谭 天帝真是把儿子拿工具利用得彻底呀 让他们夫妻二人自相残杀 真是冷血无情 夜谭即便入魔 依然放不下对友情的感情 两人针锋相对时 夜谭试图用友情教她的剑招唤醒她的记忆 夜谭相信自己一定能让友情再想起她 然而友情最后要对夜谭下死守时 友情终究还是收手了 虽然记忆被封印 但对夜谭的爱刻在骨子里 所以友情对夜谭下杀手时 心痛难忍 友情纵然失忆 最后一刻还是不忍心伤害夜谭 这次天帝让友情诛杀夜谭反而弄巧成拙 意外让友情恢复了记忆 夜谭将友情送给她的定情信物 微月焰还给了她 友情看到微月焰终于想起了夜谭 友情这恢复记忆的速度还真是快呀 早上被封印记忆 中午讨伐夜谭 晚上就想起了夜谭 恢复记忆的的少典友情说了句霸气的话 便是混沌重启 四界不复 儿臣的剑锋永不向她 总而言之 少典友情真是爱惨了夜谭 哪怕她的记忆被封印 最后还是不忍心伤害夜谭 她对夜谭的爱真的是刻在了骨子里 即便失去了记忆 但对夜谭的爱是抹不掉的